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人的想法啊 总会是突然改变的 你就好比此刻的松岛向北 之前的时候 他觉着自己可以带领整个家族 走上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 所以他完全疯狂了 而现在所有的一切失败过后 那种情绪上的转变是非常迅速的 认真地看着他 李高楼点了点头 事实上松岛向北如果死了 对于松岛清风来说 也是最好的结果 发生了这么多事 松岛向北如果继续让他活着 谁都不知道会否 以后还会有其他麻烦 还有另外更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松岛向北 已经接触了改造人的实验 这种东西才是最为可怕的 尤其是对于一个接触过的人 思想上的改变 你琢磨呀 想通过这样的实验 自己真的可以实现永远活着 而且只需要思想和意识能够保存 甚至可以随意的更换身体 这种事真的发生了 难道不是好事吗 难道又是好事吗 而事实上 这些看似所谓的高科技 唯一可以带给人类的 就是加速灭亡 尤其这些改造人实验 就好像是潘多拉磨盒啊 一旦打开 就再也没有办法把它关上 而真正改造人实验的威胁 却根本没人看到 或者说 他们根本不在乎 只要自己永远活着就好了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出现 本就有着不同的想法啊 世界也因为这种插影 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样子 但是当所有东西都开始出现 一种机械化的存在方式 失去的一定比得到的更多 至少人与人之间的地位 悬殊和经济悬殊 将会决定这样的技术 会让很多很多穷人 只能够沦为实验的对象 为富有的人提供一切的便利 说的再直白点 穷人生而该死 富人因此而永生 更何况科技这种东西 谁也不确定 什么时候会突然爆发什么意外呢 更何况改造人计划 因为河高安的出现 谁也不清楚 这项技术里边 究竟有没有藏着 什么其他的秘密 当大家都好像机器人一样被改造 大概河高安只需要 一个简单的程序更改 所有人就都是他的奴隶 或者所有人都将毁灭 就算河高安不这么做 一定也会有其他人这么做 与其说似乎这是在发展科技 倒不如说是为某些人 统治地球而做着准备 对于这些李高楼非常清楚 所以才会选择 他跟改造人计划抗争到底 绝对没有道理 没有任何的放松 最终他跟二毒拿着那份名单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而松岛向北的尸体 却留在了里面 松岛清风得知 这条消息的时候陷入了沉默 他沉默了很久 最终朝着李高楼深深的鞠了一躬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 却包含了松岛清风 内心最为真挚的感谢 如果不是李高楼的话 他已经死过多少回了 而整个松岛家族 也会因此沦为改造人的实验基地 这种事光是想一想 就让人不寒而栗啊 正是如此 所以松岛清风更多的感激 无法用语言形容 李高楼看着松岛清风 不用客气 我们是朋友 现在是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将整个松岛家族内部彻底的清查 这份名单上的人 马上控制起来 他现在还是关心微灯的事 既然他跟松岛向北的合作 已经到了这一步 那么很多事情 不是他选择撤退就可以解决的 因此他们必然会留下很多线索 而这些安插进来的人 那是最为重要的 只要把握住这些人 那么说不定就可以找到突破口呢 这才是李高楼现在认为最重要的 让微灯就这么跑路了 他心里边始终不舒服 所以只要是有可能的话 他还是想把这家伙控制起来 如果可以的话 直接动用精神力量 把他那张芯片给保存下来 松岛清风拿着这份名单 立马点了点头 说我马上去办 他自己也意识到 这问题非常重要 必须尽快执行 随后李高楼跟二读耐心的等候 在这个时候 他们却接到了田小花的电话 三拖英回来了 他有消息说要告诉你 听到这里 李高楼的神情也带着一丝惊喜 这消息他可等了很久了 从来到岛国的第一天 他就让三头鹰去寻找那位医生的下落 不过一直没什么动静 现在既然三头鹰回来了 应该是打探到什么了 好 我马上回来 说了一声挂断电话 小李同学重新看向松岛清风 事实上也是因为这边的事情 也不需要他再一直待下去 想来松岛清风啊 这边有了消息 马上会告诉自己 同样松岛清风 现在的确要把精力 全部放在家族的整顿和肃清工作上 也没有时间多去挽留 之后 李高楼和二读两个人 就回到了田小花那边 刚一进屋 就看到三头鹰鹰面就过来了 李先生 我打探到消息了 那位清水先生就在鹰岛市的郊区 开着一家小药馆 看着李高楼三头鹰啊 满心欢喜 挺激动 毕竟啊 这是他一直答应李高楼的一件事 时隔这么长时间终于有了结果 那种心情也可以想象 李高楼面带喜色 确定吗 确定 我一直在他以前那地址的附近找 但是啊 始终没人知道 刚好昨天遇见了一位以前的老人 告诉我说 清水先生大概十年前就搬家了 现在就住在鹰岛市郊区 还给了我一地址 那你看 我马上就回来告诉你啊 实际上这么长时间过去 三头鹰可以重新找到清水先生的地址 运气也算是相当不错了 听完三头鹰的话 李高楼点点头 辛苦了兄弟 距离这边远不远 要不要咱们现在就出发呀 李高楼是真有点迫不及待了 关于林涵的腿 李高楼啊愧疚了很久 而且当时他眼睁睁看着林涵的腿被打断的 同时也知道 因为那条腿 林涵究竟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和心酸 所以这算是李高楼对于他的承诺 哪怕如今林涵究竟在什么地方他都不知道 但是至少先找到这位清水先生 也算是看到希望了 可爱呀 我查过了 咱们从这边开车估计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现在去来得及呀 行 我们马上出发 我也去 我也去啊 二毒和田小花一口同声 显然两个人生怕李高楼不带上自己 看看他们 李高楼也瞧出这两人的心思 也没忍心拒绝 带上吧 毕竟啊 是去拜访别人有事相求 想来也没什么麻烦 就这样 四个人开着车直接出发 就前往三头鹰拿到那地址 说起来 之前在松岛家那边啊 也没耽搁太多时间 所以此时临近中午 他们就已经到了那小村子了 当真是个小村子呀 甚至跟柳川市那种小村子 没什么太大区别 零零星星的院子 也没什么人 比较落后的市区建设 一些过往的货车 隔着玻璃 看着眼前这地方啊 有点落后 有点萧条 田小花自言自语 这位清水先生这么厉害 为什么待在这么一个小地方 不该成为岛国的大人物吗 二毒啊 在那靠着嘴里边 啃着个苹果 可能人家喜欢轻硬呗 毕竟高人 高人脾气都怪 也有道理 田小花显然认同了这说法 而三头鹰开着车 李高楼从旁边的路牌上 想找到一些相关信息 关于这位清水先生 李高楼还没仔细的去想过太多 不过等会儿见住了人 应该什么疑惑都可以解开了 对就是这儿了 下边路啊 估计得走着上去 随着确定了地址之后 车子停下 四个人下车 看着面前一条不是很宽的小路 一直向远处延伸 这地址上边的号牌 应该是这条小路的尽头 这条路窄 车可上不去 康巧这时候 他们在路口遇到一个 形色匆匆的中年人 二毒啊顺嘴问了一句 大叔 清水先生是在这上面吗 听到这话 那大叔停了下来 然后打量了他们一眼 你们是什么人呢 清水先生为我们村子 很多人看病 你们不会是该来找他麻烦的吧 显然在这位大叔眼中 满是戒备 这种眼神让周围几个人都一愣啊 有点意外 如果你们想来找他麻烦 你们实在是该死 大叔眼神之中的排斥非常明显 这时候李高楼啊 赶紧一扒了他们 当然不是 我们是慕名而来 想让清水先生 帮忙啊 医治一位病人 可不是说找他麻烦 请您放心 眼前大叔略微顿了顿 沉默半天 好像在思索什么 清水先生真是个好人 他为了我们村民呢 做了很多事 求求你们了 不要再找他了 留下了一句之后 他直接扭头就走 压根不想多说 看着远处啊 大叔的背影 二毒嘴里边嘟弄了一句 哎 这人还真是怪啊 我都说了 我们不是找麻烦的了 还不信 你看 李高楼摇了摇头 没多说 不过他感觉这人呢 应该是对自己 这些人并不信任 所以啊 才会有如此的表现 田小花 重新确定了一下好牌 我们进去看看吧 应该就是这里边 就这样 四个人沿着面前的这条小路 朝着里边走去 我估计店了啊 我们就从你们开始